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 我是怡婷 我是Angela 哇 我們終於走出戶外了 真的 我們終於走到戶外來了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的 那現在在我們後方是兩廳院 那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個兩廳院的原型是北京泰河店 那北京泰河店這其實是以前這個 皇帝跟大臣們議事的地方 是權力的中心 沒錯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主角 也是跟皇帝有關啊 他就叫漢武帝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漢武帝以前漢代面對這個收奴的政策 都是比較消極 比較稍微和親啦 或什麼比較平緩的一些政策 對 以和為貴 那後來呢 漢武帝登基之後 他就決定轉手為攻 就派出他底下的大將 像是霍去兵啊 還有魏清 來完成他的心願 是的 在那個時候呢 匈奴還有一句話 叫做漠男吳妄亭 也就是到霍清跟魏去兵之後 他們那時候呢 我剛剛在那邊練習 對 魏清 沒關係 我很容易認錯 魏清跟霍去兵 這個就職之後呢 他們兩個可以說是 匈奴就不敢再侵犯漢朝了 對 像你剛才說 他們兩個是就職關係 是的 其實他們兩個是親戚關係 而且這個霍去兵他很厲害 他年紀輕輕 才十幾歲而已 他就當上這個大司馬 大將軍 沒錯 等於說是跟他就職有平起平坐 是 但是他們就職的個性啊 整個其實個性上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魏清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可是霍去兵呢 相較之下 他就變得比較的 有一點點少年得志的感覺 就是少年得志 有一點大頭症 那我們就很好奇喔 這樣的霍去兵 年少輕輕都當上大將軍 他到底有什麼才能 還是說呢 他只是運氣好而已呢 讓我們一看究竟 到底是誰敢管帝王甲午市 還管到了漢武帝的身上 曾經他在漢武帝心目中的地位 無人能敵 他就是魏皇后的外甥霍去病 元少六年霍去病曾經上述 請漢武帝立三子為諸侯王 到封立舊國離開長安居住 所以他要這三個皇子搬出去 那搬出去以後用意是什麼 會讓太子能夠在這裡能夠平安的去繼承 那太子是誰呢 太子就是劉駒 也就是魏子夫生的孩子 他是在保護這個皇太子 其餘秦成相任安等人 也都紛紛聯名上書響應 那漢武帝不得已 只好面對此事 夏兆豐三子為諸侯王 霍去病的出身並不好 她是平洋侯府中的歌女魏少兒 和來此辦公的牙醫霍仲茹 一次私情的結果 只是這個小官吏霍仲茹 一直到魏少兒懷了孩子之後 竟然就丟下她 跑回家鄉娶妻生子 但平洋公主是一個 相當有名望的地位 她是那個漢武帝的姐姐 所以等於說 如果去被主人揭發 會被趕出家門 霍去病就這個情況被出身 那魏少兒不得已 生下霍去病 含辛茹苦把她養大 後來魏子夫受到漢武帝寵信 魏家開始巴基 霍去病這才有機會 跟隨舅舅魏親出征 當時民間流傳著這麼一段歌謠 司馬遷記錄在史記當中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 讀不見魏子夫霸天下 也就是說魏子夫從一屆歌女 一要成為漢武帝身邊 最得寵的皇后 連帶家人都跟著翻身 過去病其實他大部分的 這個少年的時光 都是跟著魏清的 就是跟魏家在一起 因為魏家那時候已經開始 逐漸的顯赫起來 所以等到他知道說 他自己的父親 叫做霍仲如的時候 已經是很後期的事 霍去病在十六十七歲 就已經擔任 像漢武帝這個 晉升侍衛的工作 那晉升侍衛在皇宮裡面 是只有兩種人 能夠經營漢武帝 一個是記載的史官 像司馬遷這樣 一個是護衛士 霍去病從小在宮廷中長大 就連名字也是因為漢武帝 看見剛出生的他 病就好了大半 因此親自為他取名為去病 霍去病自己也很爭氣 袁壽元年年僅十八歲 首度跟著舅舅魏清出征匈奴 第一次去外頭見見世面 就戰國非凡 他就非常的自告奮勇 就說他要去打匈奴 去抗擊匈奴 那當時他給他的一個 叫做票搖校衛 給他這樣的一個官職 讓他去帶八百名的士兵 去追逐匈奴去 其實那個時候 魏清並沒有特別想到說 他這個外甥 會有多大的一個表現 霍去病第一次出征 就深入匈奴 根據地數百里 把敵軍殺得四處竄逃 斬殺了蚕魚的祖父弱猴產 俘虏了蚕魚的叔父羅古比 一共殺敵兩千餘人 在這場戰役裡面 他總共獲得的首級就二千零二十八 這在歷史上的紀錄是非常明確的 那為什麼史書上 會特別去在乎紀錄這個數字 主要是跟魏清做對比 因為魏清第一次出征的時候 打到龍城 然後他所殲滅的敵人的數字是七百多 所以等於是他的四倍功勞 所以霍去病 當時被漢武帝分為冠軍後 因為他的戰功第一 首度出征牛刀小事 朝野上下誰能想到 一個出身低下的奴仆之子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其實霍去病的成長過程一帆風順 而且少年富貴 雖然是舊舊代大的 但性格和魏清完全相反 霍去病的風格不是很好 就是他是年輕氣盛型的 其實他很有才華的 但是他這個人就是 如果照實際來看 就是說他是一個 比較沉默寡言一點的人 他不是很多話的 但是他作戰起來是非常的英勇的 可是他比較沒有正式頭腦 頭腦比較簡單一點 那頭腦簡單這個地方 對漢武帝來說 也是他所看重的一點 因為你不複雜 你如果太過複雜的話 他就不好去駕馭他 所以他很欣賞這個 霍去病的這種作戰的應用 跟頭腦上面的一個單純話 霍去病年紀輕輕 就開始展露鋒芒 元壽二年 漢武帝直接任命 霍去病為票計將軍 率領精銳祭兵上萬人 發動了春夏兩次 討伐匈奴的河西戰役 這兩次戰爭叫河西戰爭 那打完之後 漢武帝可以在河西四軍 射向官府就五威張業九泉敦煌 對於漢朝來說 這是個相當穩定的開始 而且因此漢朝的疆土 就達到了像今天甘肅一帶 並且創造了四路的祈臉 其中整兵再出發的夏季攻勢 在與另外一隻甲籍隊伍 失去聯繫的情形下 獲去病率數萬精銳機兵 孤軍深入大勝而歸 匈奴從此推到墨北一帶 據說匈奴人因此唱說 失我齊殿山 死我六處不凡席 失我燕之山 死我婦女無顏色 那獲去病因此威名遠過 袁壽四年 和武帝為了徹底解決北方的匈奴問題 釣集了十萬機兵 戰馬步兵 由獲去病和魏清各領五萬機兵 奔東西兩路發動掃蕩匈奴的墨北戰爭 原本設定由獲去病對抗匈奴殘餘 因此能爭善戰的精兵 都分配給了獲去病 這個叫做墨北戰爭 這個一字邪殘餘 其實它的主力碰到的是魏清 不是獲去病 主要是魏清跟這個一字邪殘餘 在做慘鬥 獲去病則是帶著少量滋重糧草 深入墨北尋找匈奴主力 過程中俘虜了許多敵軍大臣 折損了一萬兵力 就殲滅敵軍七萬餘人 左賢王部的主力幾乎全軍覆沒 追趕到哪裡呢 追趕到這個狼虛山這個地方 然後就在狼虛山這個地方呢 就祭天 然後再不斷地追趕 追趕到漢海 也就是說 它把殘餘一直往北趕 趕得很遠 所以一字邪殘餘 後來就不趕再進南 時就有句話說這個 漠南無王庭 這個王庭就是匈奴的王庭 就不敢設在漠南 他們只敢在漠北 這個地方去活動 這一年 霍去病才只有二十一歲 將少年人的意氣風發 神采飛揚 展現得淋漓盡致 即使面對威嚴的漢武帝 他也不卑不亢侃侃而談 絲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 反而更得漢武帝歡心 漢武帝曾經為了獎勵霍去病 特地為霍去病建了一座豪華釜底 但是當時霍去病聽了 斷然穴絕說 匈奴未滅何以加為 短短幾個字慷慨激昂 表現出為國捨家的英雄氣概 那漢武帝聽了大受感動 也因此沒有勉強他非接受不可 霍去病得到聖寵聖極一食 據說他每次出征打仗時 漢武帝都會賜予數十量金米和肥肉 還配備皇宮玉廚 就怕他到了大漠沒有關內美食可以吃 煮了很多以後 吃不完怎麼辦 全部丟掉 他沒有想到說他的士兵裡面 可能有些是挨餓的 沒東西吃的 所以他對士兵是不體恤的 最大的一個缺點是這樣 但是與此相對的是 他手下的官兵卻不時處於飢餓難耐的狀態 這使得他與魏清李廣形成強烈對比 有別於李廣和魏清等名將 都能與士兵同甘共苦 霍去病不來這一套 他不只完全不體恤下屬 還趁著閒暇之餘 要士兵建促局場供他享樂 大家還是會跟著霍去病 為什麼呢 因為跟著霍去病有前途啊 他經常打勝仗 可能是這種不囉嗦的人 那打仗就打仗 那嗓子就嗓子 所以士兵就算是命有雞射 雖然對士兵不好 但士兵還是為他埋命嚣勞 出了霍去病這個漠北戰神 魏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穩固 但這樣的情勢 看在剛剛喪腹的李廣眼裡 完全不是滋味 李廣是非將軍李廣的第三個兒子 以英勇著稱 他曾經跟隨霍去病去打匈奴 建立赫赫戰功 因此視覺官內有十億兩百戶 那李廣當時因為戰敗的原因 所以他怕被魏氫給責罰 選擇自殺 那李廣認為李廣之所以自殺 是因為漢武帝跟魏氫 故意去擠壓他的父親 所以借機就把那個魏氫給打傷 魏氫沒有說什麼 因為魏氫知道真相 因為這一點 所以魏氫知道有內疚 所以李廣打他算了沒關係 李廣出身 將門世家與匈奴交戰四十餘年 被稱為悲將軍 沒想到他殺敵無數 戰功卻屈指可數 李敢認為 父親李廣會因為迷路而延誤軍機 是魏氫故意陷害 但其實幕後黑手另有其人 要負責任應該是漢武帝 因為漢武帝跟魏氫講說 李廣已經年紀大了 然後李廣 我們用現在話來講 就是李廣帶賽 他每次去打仗 每次都會碰到狀況 魏氫的個性低調人厚 認為李廣之死自己難辭其咎 也能了解李敢的喪腹之痛 即使受了重傷也沒有追究 但霍去病可不這麼想 霍去病的年紀才二十幾歲 血氣方剛 自己的舅舅被打怎麼可以 所以霍去病就趁著這個 園林狩獵的時候 在漢武帝面前射殺離桿 那照理來說 膽敢在皇帝面前殺人 應該要被問罪吧 但漢武帝護短 居然不願意處置自己 心愛女人的家人 於是他對外宣稱說 李敢狩獵時 不小心被雄鹿一頭撞死 用這樣的謊言了結此事 彤彤一個大司馬大將軍 竟然在當朝天子面前 直接射殺將領 沒想到漢武帝 竟然還幫忙編理由脫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漢武帝要這樣做 一來有親情的成分在 那最主要原因是 他需要獲去病去節制衛卿 他對這個時候 已經對衛卿有一點負擔了 漢武帝他是個 雄才大烈的君主 可是越是雄才大烈的君主 他就越害怕說 你的權力這麼大 我也沒有辦法 再封你一些什麼東西 那你會不會去威脅到我的皇權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人去節制 那最好能夠節制他的 就是霍去病 因為霍去病 他認為我是可以控制這個人 漢武帝因為霍去病 會打仗手握重兵之外 又是當場紅人 所以等於說 給了霍家跟衛家 一個台階下 漢武帝簡直把霍去病 寵得無法無天 難道不怕他少年得志 又手握重兵 總有一天會功高震主嗎 或去病看似毫無心機 但就是有辦法成為 那個讓多疑猜忌的漢武帝 真正放下心的人 今夜 朕將在宮中設宴 我們軍臣共飲一杯 謝陛下 Angela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今天會選這邊嗎 聽說是離公司比較近 對 不過這跟我們今天完全主題 都沒有關係 我們前面看了這麼多 霍去病他蕭友善戰的模樣 很帥氣 你知道嗎 雙奴甚至還曾經寫一首歌 當時還有一個歌謠去想要去 讚頌霍去病很厲害的打他們 對對對 會唱嗎 現場有朋友會唱嗎 聽說沒有了 好 沒有了算了算 我們下次再對 對 那我們可能會以為說 這個霍去病他這麼厲害 年紀輕輕就當上大將軍 那他是不是所謂的軍二代 可能是他的爸爸 出身很顯赫 對 他的爺爺也是大將軍之類的 沒有錯 不過沒有喔 其實霍去病他出身是滿低的 而且他是靠兩個人才發肌喔 那兩個人就是我們前面有講到 第一個就是他的舅舅 舅舅 魏青 對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姨母 他的姨母是誰呢 魏子夫 當時的皇后 對 是靠他們兩個 才有機會在戰場上表現的 是的 它不只是說 他的出身很卑微 其實魏青跟霍去病 這兩個在漢武帝旁邊 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因為其實魏青 他的個性很低調 他並不是一個很愛張揚的人 就是比較兢兢業業的去做事 那霍去病就不一樣 他是一個既高調又張揚的那種 這就是讓我們想要現代職場 是的 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像是魏青一樣 然後默默做事 然後就不會刷存在感 那霍去病就是那種 不管做什麼事情 很加邀功 都要讓長官知道 而且長官好像通常 也都比較喜歡這種人 而且漢武帝真的是 比較喜歡霍去病 對 據說呢 那時候司馬遷史記裡面的 《逆星列傳》裡面 還去隱約的暗示到 霍去病可能會是漢武帝的男寵 但真實並不得了 所以他是不是有可能是靠美色 來獲得他現在那個地位 這麼年輕又當大獎名 然後又帥氣 對 不過啊 他這麼人生勝利組 長得帥又有才能又會打仗 他其實很早就過世了 年紀輕輕就過世 二十幾歲就病世了 對啊 而且他是突然的過世 是猝食耶 那我們就來一起揭開 霍去病的死亡之謎 皇帝養男寵 就好像是後宮平碑 在古代宮廷中由來已久 像是最早的漢朝 高祖有吉儒 繪帝有鴻儒 但在史記中司馬遷竟然影射 馬踏匈奴的未親霍去病 這等英雄人物 竟然也是漢武帝的男寵 在史記 宁信列傳中 司馬遷劈頭就寫明 宁信的性質 說不只女子可以平色魅族 示範中的男子 也可以靠色相上位 有人說霍去病年輕 可能長得英俊瀟灑 因為在信列傳裡面 也有一個原因是 逆這個字接近 霍去病如果講話 跟赫群一樣少話 很少話或講話 比較剛毅的 那怎麼會接近漢武帝呢 司馬遷認為 霍去病可能是用藍色 去吸引的這個漢武帝 司馬遷寫史記 特地編了個宁信列傳 幾乎是漢朝的南寵大集合 他認為這些人 都是皇帝身邊的小人 因為美色又會講話逢迎上義 獲得君王寵信 他就很壞地補了一句話 他就說像 未親或去病 他們也是外妻 意思就是說司馬遷認為 你有點靠著 好像男色一樣 跟這群人一樣的 但是又有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他們所建立的功勞 非常的大 只不過漢武帝到底是 單純是覺得他們俊俏而留在身邊 覺得賞清悅目 還是有實際靈性的行為 我們不得而知 但司馬遷故意讓人有 充分懷疑的空間 這是否意味著他本身 就這麼認為呢 後世學者都抱持肯定的態度 所以後來就有一個 魏江群票記列傳 去記載他們的事情 那還有匈奴列傳 也記載他們的事情 只是在寧信列傳裡面 提到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呢 就有影響了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司馬遷在貶抑他們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 顯赫的文治武功 向來為後人所稱頌 尤其他用人為才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特別喜歡任用外戚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就認為 漢武帝看人眼光精準 即使有裙帶關係也不避險 但司馬遷就不這樣認為了 司馬遷就認為說 你這根本就是裙帶關係 只是你可能運氣好或去病 為什麼打仗會順利 最好的馬都給你了 最好的人都給你了 最好的裝備也給你了 然後你再不打勝仗的話 不就是很枉然嗎 到底獲取病是天才將領 還是只是運氣好而已 司馬遷或許帶有偏見 但可以肯定的是 漢武帝為了實現大一統的目標 重用出身低賤的外戚 才能讓兵權不至旁落 像李廣 李廣是貴族後代 所以李廣有時候 不聽漢武帝的話 他只能跟漢武帝商聊 所以漢武帝不太喜歡李廣 因為李廣的地位高 在未清獲取病之前 漢武帝曾重用過出身較高的外戚 鬥鷹跟田墳 可是田墳擔任成像期間 對皇權有所制約 這讓漢武帝深感不快 可是像霍旭兵跟魏清 魏清就懂了這個 我是奴仆 我不應該做多餘的打算 所以漢武帝喜歡用魏清 跟霍旭兵這種人 也因為他們的地位的關係 在鬥鷹和田墳之後 漢武帝用的人幾乎都沒有家事背景 只能乖乖聽話 像是魏清就很懂這一套官場哲學 因此魏家曾經權勤一時 但當他的權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漢武帝也有辦法可以反制 而此時漢武帝特地讓兩人都 霍鋒大司馬大將軍 明顯就是要用後期之秀 霍去病來制衡全寢朝野的魏清 霍去病年紀輕輕 就能和魏清平起平坐 其實霍去病的母親就是魏清 同母義父的姊姊 霍去病最初的發跡 也是來自舅舅魏清的提息 但沒多久 霍去病就憑藉著英勇善戰 大放一彩 甚至後來居上聲望跟軍功 都遠超魏清 那一些原本忠於魏清的老部下 也紛紛轉頭到霍去病門下 當年魏子夫被漢武帝看上之後 魏清才有機會入宮當差 後來立下戰功成為大將軍 魏清也把外甥霍去病 帶上戰場大放異彩 因此霍去病和魏家關係親密 所以他跟魏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霍去病的展露頭角 固然是因為他的才能 但是魏家的提拔也絕對功不可沒 可是他們兩個性格比較不一樣 就是魏清的性格是比較沉穩的 比較低調的 然後待人處事是比較圓滑的 過去病比較不一樣 他其實得罪了很多人 因為光芒畢露 所以很受皇帝的歡迎 因為皇帝知道你一定跟人都處不好 你跟人都處不好 你也只能跟我好 魏清跟在漢武帝身邊多年 對他的意圖自然相當了解 只是和外甥一同在朝為官 難免會有利益衝突 元壽六年 霍去病只有虛歲二十四歲 卻在如日中天時 突然促世引發諸多揣測 霍去病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因為他的死因是一個謎 史書上就只寫一個字叫足 就是去世 那到底怎麼去世的 醫禍光的說法就是說 生病過世 那生什麼病呢 為什麼會生病呢 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特殊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就不知道 霍去病年紀輕輕 身強力壯 卻突然病逝 怎麼想都覺得事有蹊蹺 其中爭議最大 討論最多的兩大嫌疑人 居然是最倚重他的漢武帝 以及霍去病的舅舅魏清 有一說是因為魏清害死霍去病 漢武帝想用霍去病制衡魏清 那霍去病一死 魏清就是最大受益者了 這也是魏清會想動手的原因 從後來的情勢轉變來看 魏清謀害霍去病的說法 或許並非空血來風 但魏清的性格絕對不會輕舉妄動 那麼嫌疑就落到了漢武帝身上 搞火線很可能就是他射殺了禮桿 如此的鞠躬自傲 如果繼續膨脹 肯定連漢武帝也都難以倖免 所以很多人也都認為說 漢武帝有足夠的理由跟動機殺了霍去病 可是後來為什麼連霍去病 皇帝對他都會有疑慮 那就是所謂的鳥進工廠 你匈奴都被打跑了 根本找不到匈奴 你要去找對手去打仗 你都找不到你的對手 所以找不到對手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還要你做什麼 那不就是養虎為患嗎 霍去病到底因何去世 已成為不可考的歷史謎團 但身為漢武帝的愛將 他的離世讓漢武帝異常悲痛 他不僅下令讓霍去病陪葬茂陵 還調集邊境五個郡的鐵甲兵 從長安排到茂陵為他送葬 漢武帝之所以讓他去障礙茂陵 也就是說我對這個降臨是很疼愛的 不然你是不可能有這個榮譽的 他給他的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當然最高的榮譽背後 可能還隱藏著他一個黑暗面 就是你終於用這種方法過世了 你不會威脅到我了 此後漢武帝開始不斷地壓制魏家 魏清的三個兒子先後失去爵位 漠北之戰後魏清再也沒有機會出征 朝中大權也由霍去病的弟弟霍光 取而代之 霍去病的離世成為魏氏家族 由盛轉衰的拐點 在以前我們形容一個女生 就是碧月收花 然後由爆琵琶半針 你都形容一些非常漂亮的江湖歌女 那剛好我們要講的這兩位呢 他也是這個樣子 你剛好教授喔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講到歌妓呢 因為我們就講到這個魏子夫 他其實還沒在遇到漢武帝之前 是在平洋公主家當靈人 所謂的靈人就是歌妓 那跟他一樣有相同出生的人 就是李夫人 這個李夫人他長得非常的漂亮 清國清晨就是因為他而創造出來 就知道他有多漂亮 冒冕如花 所以漢武帝非常的喜歡他 很快就封他為夫人 那這個李夫人他其實後來肚皮也很爭氣 就替漢武帝生了一個兒子叫劉伯 那這樣看來感覺這李夫人 應該就是魏子夫的接班人 接班人的感覺 對啊 因為其實魏子夫蠻辛苦的 就是他到後來年老色衰 所以是 變黃戀婆 漢武帝就非常現實的 就後來慢慢寵愛的是李夫人了 那很可惜的是李夫人 他年紀輕輕也就病逝了 又是一個年紀輕輕又病逝 我們今天怎麼講那麼多年紀輕 好悲傷啊 對 對啊 那這個李夫人他這麼漂亮 漢武帝這麼喜歡他 他應該多少TZ的娘家 可以給他爭取到一些利益啊 或者是權威嗎 要說李夫人生病的時候 有一個很傳奇的故事 就是他那時候呢 他在病容的時候 他絕對不讓漢武帝看到他 因為他覺得他 既然是以美色世人 所以如果讓漢武帝記得他喬悴的病容 會不會就因此而殃及他娘家的人 那我覺得他很聰明耶 就是距離產生美感 這句話是真的 他不要讓漢武帝畫面 不過我還有聽說 我不知道應該講是浪漫嗎 還是變態 就是漢武帝他其實李夫人過世之後 他其實太懷念李夫人的美貌 當時還召喚要來解商主 對 還請一個術師來幫他召喚 然後這也是皮影系的由來 但大家知道嗎 漢武帝這麼喜歡李夫人 他死掉之後啊 漢武帝竟然反悔了 他把李夫人的娘家兄弟抄家滅族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讓漢武帝反悔 還讓他變得如此狠心 李夫人出身幽靈世家 從事樂舞表演 而李夫人自小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 受到熏陶 通小樂曲 舞姿曼妙 而他不僅才藝過人 外貌還很出眾 成語請國請成根 爵士家人 都是出自李夫人的典故 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 原本因為犯罪受到俯刑 是宮中地位相當低的宦官 沒想到他擅長音樂 因此受到漢武帝的接見 也成為翻身的契機 李延年是歷史上有名的音樂家 他姑且不論他思得如何 至少在那個歷史上面 第一個能登上這個 朝廷的音樂家 他們也是一個非常貧苦的 一個家庭出來的 李延年是這個 《寧信列傳》裡面 掛名的一個 漢武帝的男寵 李延年因為擅長音樂歌舞 相當受到寵信 他抓住了這個機會 特地做了一首新歌獻給漢武帝 歌裡頭描述一名爵士美女 有著清城清國的外表 但即便如此 也千萬不可以錯過她 結果後來漢武帝的姐姐 平洋公主又出來了 說 李延年有這個女人 就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漢武帝一看怎麼可能 就把李夫人叫過來看 驚為天人 漢武帝一看到李氏 果然猶如歌中所唱的角色美人 當下就把李氏帶進宮中 而且一進宮就封為夫人 類似當年為皇后入宮的過程 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武帝的親姐姐 平洋公主 為了維護自己長公主的地位 不僅極力和漢武帝拉近關係 而且也想辦法 討好這位皇帝弟弟 她之所以會敬獻美女 為的就是要拉攏漢武帝 所以漢武帝後來生命中 極為重要的兩名女子 都是平洋公主所引見的 李夫人的覺醒對魏子夫來說 可能是因為姿色 可是魏子夫可能也認為 還不足為懼 為什麼 因為李家還沒有人去打仗 但是想尋魏子夫模式 成為朝中的第一家族 可沒那麼簡單 這時候平洋公主已經嫁給魏卿 還有魏卿獲去病的戰功 結成穩固的魏氏集團 李夫人如果也想要比咒辦理 還需要強而有力的後盾 那李夫人的兄弟是李廣麗 是不是大家這樣子才 當時也不知道 後來她不是這樣子 那李夫人就要找機會 幫李廣麗爭得封猴的機會 就用李廣麗為二師將軍 想要討滅大王國 就這個理由 所以李廣麗有了登上舞台的機會 根據史書記載 魏子夫入宮時只有十八歲 一生在宮中的時間長達四十九年 早年備受寵愛 年老色衰後 漢武帝也就對他逐漸失去興趣 但即使如此 他憑著娘家勢力 加上謹守本分 進退得一 依舊受到漢武帝的敬重 李夫人進宮不久後就懷孕 為漢武帝生下第五個兒子劉伯 原本身體就不好的他更加虛弱 容貌也日漸憔悴 只能整天卧病在床 李夫人有自己的姐妹來看他 怎麼不給皇帝看一下你的臉 李夫人講話了 我是以美貌來被漢武帝喜歡 今天我病容再生 長得不好看 漢武帝看到會討厭 討厭我就沒關係 順帶討厭我的兄弟就麻煩了 日死的漢武帝在李夫人死後 更加念念不忘 還曾經想念到一度 不用招魂來一場相思之情 李夫人明白 靠姿色已經留不住皇帝的心 只能留下一個最美的回憶 這一招也的確奏效 漢武帝在李夫人死後追思不已 他的哥哥也得以升官封猴 只不過他留下的皇子劉伯 卻讓朝中反對太子的人有機可乘 因為魏子夫這個時候已經年紀大了 就是年紀大就是色衰艾齒嘛 他的這個影響力就慢慢的變小了 然後太子又常常跟皇帝之間 有不合的這種傳聞 所以呢有些大臣就去躲 哪一個正在被寵信的這個妃子 然後他的兒子呢 如果立他為皇帝的話 對他是有幫助的 所以就有一些投機取巧的人 是這樣子想的 征和三年 李廣麗受命出兵討伐匈奴前夕 就曾經私下和他的親家 宰相劉曲茅合謀 說要改立昌裔王劉伯為太子 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多多費心 宰相他們就有這種想法 想要推李夫人的這個兒子 就是劉伯出來去做競爭 皇位上的競爭 因為如果昌裔王能夠當上太子 那麼劉李兩家當然好處多多 政治前途也會變得高枕無憂 那大家都是親戚 關係到自己的巨大利益 那劉曲茅當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於是就著手運作 這個事情是被一個太監給告發了 告發完之後 漢武帝覺得太好了 我的匈奴師也打得差不多了 李廣麗你打得也不是很好 花很多錢沒有什麼功能效能 所以這時候就趁機把李家給弄掉 這時候李廣麗正在趁勝追擊 本來想如果打了勝仗 可能就可以逃過一死 誰知道之後兵敗 李廣麗只得投降匈奴 和武帝氣得滅他全族 慎寵一時的李家就此沒落 所以我們今天聊了很多 像衛青 霍去病 那像霍去病這種有點像霸道總裁 既年輕又帥氣 然後又張揚的人會是你的菜嗎 一定喜歡啊 長得帥氣又有才能 而且霍去病電視劇演的人 主角是彭于彥 那可以 所以講到霍去病 感覺就會浮現彭于彥的臉 可是他年紀輕輕就病死了 但是至少是有享受到啦 好 也行 那各位網友呢 今天聽了我們的故事 對於這個霍去病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說你覺得 哪一位古代的漢教 其實比霍去病更厲害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喔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要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